来了来了,猪猪来了 大家好,我是彼得舅舅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做梅豆茶果 是一位香港朋友提供的食谱 舅舅做了一点小调整 效果很好,希望大家都可以试试 那我们开始吧 好的,首先需要准备一份这样的馅料 300克梅豆清洗干净后再沥干水分 倒入电饭锅,加入清水700毫升 接着按煮饭键 煮烂后的梅豆是这状态 取出倒入容器内 再取根擀面棍将梅豆捣烂 加入一小匙五香粉 一小匙胡椒粉 拌匀后搁置一旁待用 前菜脯与甜菜脯各40克 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再沥干水分 倒入干货内中火炒干 炒干后盛起备用 原货清洗干净 再倒入四大匙食用油 倒入30克红葱片中火爆香 爆制红葱片微微金黄石 再倒入蒜末30克 与红葱片一起爆香 将葱蒜末一起油爆至金黄色后 再加入30克浸泡软后的虾米 如果购买的虾米个头比较大 那就先剁一剁后再加入 一直爆至虾米以出香气 再倒入炒干后的菜脯 一起拌炒 最后再将捣烂后的梅豆加入 这时候如记的调至中低火 再低火慢慢将所有食材炒香 炒香后的内馅可以先试个味 可以随着个人口味轻重 加入适量的盐 舅舅这里只多加入四分之一小时的盐 还有20克砂糖 这里用的是蔗糖 蔗糖可以一点一点加 至到自己满意的甜度为止 这完成后的内馅 咸中带点微甜 加上少量五香粉 真的特别美味 炒至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起货前再加入三大匙炒香芝麻 一般传统做法都会用花生碎取代这芝麻 其实都可以 一样美味 继续拌一拌就能离火 完成后的内馅试着状态 先搁置一旁 降温后备用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果皮 200克马铃薯切成薄片 再100克南瓜 这南瓜主要是添加一点天然色泽 放入蒸隔 大火蒸20分钟 时间到 用根筷子测试马铃薯熟度 趁热加入20克蔬糖 再倒成泥状 料理盆内倒入400克糯米粉 再将捣烂后的薯泥倒入 稍微拌一拌 接着将160毫升热水分次加入 边加入 边拌匀 将粉料拌成面絮状 一直拌至无干粉状态后 再徒手将面絮揉成面团 煎中再加入二大匙食用油 再继续揉匀 一直揉至面团 表面光滑 不粘手 不粘盆 而且软硬适中 完成后的面团 颜色微黄 很好看 这大面团 重900克 云分成20小剂 每小剂重45克 对初学者 舅舅建议分成25剂 每剂36克 毕竟成品小一点 比较容易操作 将小面剂盖上湿巾保湿 取出降温后的内线 依自己喜欢勺入适量温水 舅舅这里勺入五大匙 这内线加了点温水会比较湿润 除了更美味也比较好操作 拌匀后待用 香蕉叶剪成小片状 清理干净后再磨点油防沾 欧美一带的朋友常留言 买不到胶液 那您可以敢用烘焙纸或竹叶都行 取出一小筋面团 揉一揉匀 在面团正中按个身穴 再捏成个小碗状 勺入适量的内线 今天做这内线量很足够 所以可以多少一些 再说这梅豆糕 吃的就是这美味内线 健康美味又不甜 没负担 家中长者可以放心享用 内线按时 再用虎口收拢 延时后 再双手合拢 按时 像您在视频看到一样 按出生坯内部气体 掌心抹油 再将生坯搓圆 生坯表面抹油后 蒸熟后就不需再抹 比较省饰 成品也比较不油腻 生坯垫上胶液 轻轻按扁一些 正中插上一颗蒸熟 梅豆点缀 漂亮极了 嗯 真好看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 再复习一次 又完成了一个 相同的步骤 一直重复制完成 此食谱完成后 共20个 水开 将生坯放入 盖好 中火蒸8分钟 煎中开盖散热一次 抹干锅盖内部水蒸气 盖好 继续蒸熟 时间到熄火 开盖取出质凉 剪开一个 与大家分享 糕皮很薄 内馅很足 从视频内 完全可以感受到 蒸熟后的糕皮 是多么的软韧Q弹 嗯 真的好好吃哦 那你就多吃点 煤豆营养价值高 一般人群 均可放心享用 制成内馅 加上适量菜谱点缀 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口味 高皮加了马铃薯 很软 很Q嫩 而且 咳也不会变硬 对了 这里回复下朋友一问 成品刚蒸熟 表面不买小水珠 这是蒸汽浴冷自然形成 暑正常状态 室温下搁置一夜后 会自行消失 敬请放心 大家找个时间试试看吧 相信我 煤豆茶果 您会喜欢 我们很快再见 大家再见 再见